对啊,这正正规上课嘛 好,那么我们这个眼图这块呢是这样啊 由于实际应用系统中呢 可能就有啊,就是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 比如我发送滤波器,接收滤波器 以及啊,就是那个信道的估值呢 和理论值有差异 因此呢,那么你算这个系统的物码率呢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也很难算得准 那么具体的在工程上怎么去看 它有没有这个马尖干扰和噪声呢 那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工程上 最简洁的方法是通过眼图来看的 眼图啊,你看 它呢是信号,有噪声,有信道 反正有各种不理想 在接收端呢,总是要收到信号,对不对 然后我判决的时候呢 机器判决的时候 实际上收到的信号呢 每个马员抽样判决一次 抽样判决一次 在判决的过程中呢 可能就是看和判决电瓶去做比较 对不对 大于判决电瓶出一个数 小于判决电瓶出一个数 那么我现在呢 定性的估量 它到底有多大的一个 就是物码率的可能性 那我就用试波器去观察 去观察 基本上是出自这么一个考虑 就是我做不出来 然后呢,我就观察它 观察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个特点哈 有这么一个特点 假如随便出这么一串数据 这个没问题 随便出 就是你随机的出这么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通过这个 通过那个传输以后呢 发送 得到这么一串数据 得到这么一块数据呢 我用试波器去观察它 我用试波器去观察它 试波器大家肯定用过 对吧 试波器是不是有一个扫描的 那个呀 扫描呢 它是把那个收到的信号呢 就可以再现出来 对不对 扫描它 那我那个试波器的时候 我可以扫描的周期 和这码圆的周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一个TS 那我可以不是TS 我就为了简单吧 我就一个TS 然后呢 这一个TS的时间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看到这个信号 看到这个信号呢 为了在这儿画的方便起电呢 我让这个信号上升下降都有时间的 上升我让它一半的时间 下降一半的时间 就为了画图好省事啊 我在这儿图示很省事 那你画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什么呢 我第一个马园发腰的时候 我第一个马园发腰的时候 我试波器上看到的 就是第一个马园的那个形状 对不对 那我第一个马园呢 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没问题吧 第一个马园 然后 我第二个马园来的时候呢 我第二个马园来的时候 我看到的呢 就应该是第二个马园的那个形状 就是这样 然后就有一个下降 对不对 有一个下降 然后我第三个马园的时候 我试波器上看到的是什么形状呢 我试波器上看到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试波器上看到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好 然后呢 四那个马园来的时候呢 那我试波器上呢 又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形状 这样一个形状 第四个马园啊 第五个马园来的时候呢 我试波器的时候 扫描出来的是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第六个马园来的时候呢 是这个 那我看到的呢 就可能是这样一个形状 注意啊 第七个马园来的时候呢 那我看到的可能是这样 上升再上来 然后第八个马园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你可以看到啊 如果呢 不停的有各种组合马园来 是不是就可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形状啊 各种可能性都都取齐了 是不是啊 你就你就一直来 为什么会那个 它那个试波器上是不是有那个 就是那个余晖作用 所以你看到那个呢 就是那个马园呢 就是慢慢是这样的 每一个波形 每一个马园变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这样 试波器上就这么一横 第二个呢 是这样的 第三个是这样 第四个看到这样 然后一个一个呢 它的余晖作用呢 你看到就是一个各种可能性组合的 这么一个图 好像就这么一个图 这么一个图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如果这个信道是一个特别理想的 传输也很规矩的一个信号 或者你在实验室上没发送的 你就发一串一串的马 你得到的这个信号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干净的 这么一个呀 就是像一个睁大的眼睛 然后如果啊 传输的时候 传输的时候 所以称它一句眼图 传输的时候呢 各种不理想不好看呢 就导致眼睛变小 你可以看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衰减大了 就眼皮就搭了下来了 然后那个 这个 延时的不一样 这眼睛两边也不对称了 反正各种不好看 都会造成 这眼睛肯定就不好了 对不对 不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利用试波器 观察到的波形的形状 可以定性的 去看 这个系统的性能如何 那这就是工程上 用来描述它的这个特性 这个我就不用那个画了 对吧 那么我可以看一下 哎 连腰的时候就一直是腰 连零的时候就是这个 底下那个线 然后就一直是上的线 对吧 如果1010 你们可以画出来 就是中间的这个 对不对 你可以做一个测试信号 1010去看 当然也可以随机的 这就是用户的信号 用户信号 你插一个试波器器 观察就行了 这就是眼图 实际的情况呢 它可能有马肩干扰 可能有白噪声的干扰 那么其实呢 一个机器很难知道 你这个干扰的来源 是信道不理想 还是带线造成的 还是零路间的干扰来的 但是总的来说呢 影响我判决 对不对啊 就会造成雾马 那么这个时候的眼睛呢 就会变成这样的 这样 是吧 所以呢 从眼睛上 我们就可以读到很多东西 那么工程上呢 就把眼睛读到的 那个东西的模型呢 我们就叫做眼图 然后呢 如果是三进制信号 你可以想啊 三进制信号 应该化成什么样啊 各种组合 各种组合 组合到这以后呢 波形叠加的结果 是一个两个眼睛 你把这个做好了 上的一个眼睛 下的一个眼睛 你们自己 MathLab去画一下 就知道了 上下 如果是这三进制信号 如果是四进制信号呢 就是那个三个眼睛 肯定是M-1个 你到时候去画一下 画一下 可以有那个 这是试波器上照出来的 照出来的 然后部分响应的 这个信号的这个波形 然后就说你可以 现在你们都很方便 一个用MathLab仿真 一个试波器上照 这是早期的 我这就属于 说句实话 我那几页PPT 就做的不够精致 应该精致的是什么呢 好好地画一张彩色的图 让你看得特别清楚 对吧 这个呢 是从早期的书上 就直接扫下来的 就是按说的话 画一个更漂亮 现在的因为机会很多嘛 你就拿手机拍一张照片 都很清楚 对吧 放上去 然后你自己做实验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图 弄得更漂亮一点 其实呢 这个呢 不关系我们的 对结果的影响 就可以去验证 验证以后呢 得到这么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中的几个点 你只要记住了就行 我们从这个模型上 或工程上 能够啊 叫做定性的 得到哪些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 眼睛张开的大小 反映了把肩干扰的强弱 我们可以读到 这个时候 显然是一个最佳判决时刻 没问题吧 就是说 从眼图上 我们可以得到最佳判决时刻 这个地方呢 这个斜的这个地方啊 斜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反映了 我们前都讲过 对定时要求的灵敏度 是不是高 如果这个很陡很陡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稍微有一点点岩石 你这个过零点的地方 它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岩石 就这个托尾啊 前岛啊 就会对其他的马源造成干扰吧 因为每个马源的波形 其实响应都一样 只不过是错一个时间得 对吧 错一个时间 我们是希望什么呢 就这个马源 这个马源抽样的时候 其他的马源在这个地方呢 都是过零点的 那么不过零点呢 最好是也比较 就是叫做斜率啊 就比较缓一点的 要特抖的话 稍微有一点误差 你就会对其他马源造成影响了 对吧 这是定性的能看出来 这是第二点 这绿的这一点啊 定时误差的这个斜率 可以看出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呃 信号特别 噪声特别小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一条线 但是呢 如果你干扰特别大 有的幅度特别大 我们就叫幅度畸变 就是抽样的这个值 发腰的时候 就应该是一个值吧 它由于有噪声的影响 它就可能不是一 可能是一加多少 一减多少 对吧 那个噪声可能有加有减 这个这个越厚 这块越厚 说明它的幅度畸变也大 就是上上下下 一会儿一直在跑 对不对 肯定是不好的 那么我们希望它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线才干净呢 那么这样 这个呢是反映了信号幅度畸变的范围 阴影区的大小呢 反映了这个幅度的那个波动有多大 是不是能看出来吧 啊 然后呢 呃 这是一个定时灵敏度哈 再往后看 那么就这块是表的是幅度的畸变 再有一个呢 这个过零点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能看出什么 假如延时是一个固定的值 不变的值 就过零点老是一个数 对吧 但是你传输的过程中呢 它也有损失的变换 一点点 你把它放大了能看出来 对吧 那它延时啊 呃有有变化 那么有变化的话 理论上来说 我们是说 在这个过零点的这个位置 去抽样的时候 最干净 不会对其他的马源造成干扰 但是呢 理论上能做到 实际上传输的时候 多少会有一点变化 或者抖动 或者器件的反应速度 等等等等原因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它这有一个这个过渡 这个过渡的大小呢 就说明了 它这个过零点的畸变的 那个那个大小 其实呢 对定时的要求也是有有有有有 或者说向位抖动有多大 对不对 抖动有多大 那你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好多好多的技术 都是属于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 解决问题的 再有呢 判决门线 判决门线 我们知道 如果是正负的话 等盖出现的话 我们会把那个判决门线 放在那个中间值 对吧 比如双极性的时候 就放在零 单极性的时候 是零到那个幅度的中间值 是作为最佳判决电瓶的 作为最佳判决电瓶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心里默认了一个 呃 零一等干 如果不等干 你还不好直接这么说 对吧 好 然后呢 噪声溶线 啊 这个快点啊 噪声溶线呢 呃 那就是还差多少就影响判决了呗 这就是噪声溶线 对不对 还允许有多大的干扰 或者是噪声 对吧 那么再超过这个就该影响判决了吧 不是信号和那个干扰的核吗 影响判决 哎就这么一瓶 这一瓶你知道了 你就都知道了 就工程上做就都知道了 然后那个呃 那个工程上都知道了以后呢 我再问一个哈 假如我试播器这么换旋钮 我刚才画的就是一个眼睛 然后可能会变成什么呀 横着能看出一堆眼睛 对吧 他扫描是一个周期嘛 我刚才说了扫描周期和脉冲周期一样 我扫描这个周期这个长度 是三个周期 是不是可以扫出三个眼睛啊 对吧 但影不影响数值啊 不影响 那刻度会变 对吧 类似这样的问题 刚才我是举了二进制了 多进制呢 M减一个眼睛 对吧 就扩展到这了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 呃 内容就讲完了哈 然后我们再看前面第二章里头呢 就是需要我们掌握的量 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考试 其实是考这么几点 第一个呢 不会专门去考你那个 以前信号与系统力学的 但作为知识呢 可能会考一点 富士变换里头的计算 你一点都不会做 你会影响你的那个计算的 你们都已经算了这么多题了吧 就是啊 富士变换的性质 卷积的性质 会影响你的计算 不会专门出题 但是呢 能量能量谱功率谱的计算 以及那个能量谱功率谱 和自相关函数 是互为一个富士变换对 这些呢 是我们这个课里头强调和要用的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会用到信造比 功率的问题 对吧 然后还讲了一个互功率谱 和互能量的问题 对吧 就是直接加的时候 得是正交的才能用 好 这是这两个就是会用 基本上啊 不会特别的 解析信号 平带系统和平带信号的表示 是我们这节期 我们这个课特殊要求的 在信号与系统里没有那么强调 就解析信号 然后谢尔伯特变换 以及谢尔伯特变换的性质呢 其实是用来服务这个解析信号用的 它的特点啊 是用来服务解析信号用的 比如谢尔伯特变换有哪些特性啊 常用的一些变换 我们扣散变成散 然后呢 谢尔伯特变换是什么 之后二分之π 然后呢 是超前 然后经典的几个应用 对吧 然后那个 谢尔伯特变换的 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 就是 什么什么 正交性啊 什么等能量性啊 那些 那些应该是在解析信号里 这么算的 对吧 解析信号 那么我们拿了那个解析信号以后 我们知道实部和虚部应该 应该是呃 实信号 然后它的 谢尔伯特变换构成的 呃 那个虚部构成了解析信号 然后我们用那个解析信号呢 来描述带通信号 它有三种表示 对吧 有三种表示吧 然后呢 有那个啊 什么包罗香味啊 什么什么 等等啊 就是那个 还有解析信号的一些啊 能量和谱的特点 解析信号是不是一个正谱啊 然后它的幅度是那个双边谱的 实实谱的那个多少 二倍 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吧 就会用就行了 然后辅包落是我们特别说的 辅包落是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讲第五章吧 第五章实际上是不是就是 就想着将来的等效的信号 都可以用辅包落的形式来表示出来 然后让那个那个信号哈 等效低通信号的分析 其实我举过一个特别典型的立体 然后你把那些立体如果会做的话 第啊叫第二章的所有的东西就应该知道 啊知道 就是它的一些性能 其实用到的话就是 就是那个那个经典的那么计算 第二就这些啊 剩下都没有 好 第二章里头 第三章里头呢 第三章里头呢 得知道那个 得知道什么是 广义平稳 就均值是 常数 自相关函数只和时间间隔 韬有关系的 这一类 呃呃 那个随机过程 叫广义平稳随机过程 对不对 只关系了一维和二维 对吧 时间间隔韬 然后呢 呃循环平稳是什么呀 周期的 对吧 啊 那特性 然后呢 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是因为平稳过程和我们算的 自相关函数和功率有关系 什么时候那个功率谱和自相关函数 如果是互为一个复时变换队呢 平稳过程才有这特性呢 对吧 如果是便利的呢 它就任何一个实践都可以了 对吧 如果要是循环平稳的呢 它得求时间均值 就这些概念 特别宽的一个概念 得知道 然后呢 呃 这个平均功率谱与 那个平均自相关函数的 复时变换的关系 互为一个复时变换队 再有一个平稳过程 通过线性系统以后的特点 对吧 这平稳 平稳那个过程 通过线性系统以后 它依然是 呃 那个平稳的 对吧 然后呢 线性那个 呃 高斯过程通过线性变换以后 依然是高斯的 这个我们都用过很多遍了 对吧 啊 就这些结论 然后这些结论里头呢 这个表 假装是一个平稳的高斯过程 通过线性系统以后 到输出那一点 它依然是高斯的话 你得会算它的均值方差 什么什么的 对吧 你才能写为 写出它的意味高 呃那个 那个概率密度函数 然后在这里头呢 我们就比较熟知的 要知道 窄带呃 高斯平稳过程的 三种表达式啊 它的分布的特性啊 名字就行了 比如它的包络 是属于什么的 哎 窄带高斯过程的 包络是符合什么 锐利分布 相位 均匀分布 然后的包络和相位是 独立的 都不需要你去记那个 但是有些结论 你学过和不学过 没就有区别嘛 然后呢 一个正余玄 我们不区分正余玄哈 加到一个窄带平稳过程上 它的包络分布呢 是广义锐利的 或者叫LEST 就够了 对吧 反正就是你要知道 它这种信号 一旦分析出这个信号 你就别用高斯的那个算 对吧 就知道这个信号就行了 匹配滤波器 匹配滤波器的计算得要求 因为你看 最佳接收 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它要用到匹配滤波器 那么匹配滤波器 我们应该知道是什么呀 它的传输函数 是和输入信号频谱共恶 它最佳判决时刻 应该是在马源消失的那个时刻 然后它的输出应该是什么呀 是卷积吧 但是它是一个自相关的那个特性 对吧 然后它的数值上 最大的 它是一个最佳的接收的滤波器 它是一个最佳什么准则下的呀 在抽样判决时刻 信道比最大的那个 那个最佳的接收滤波器 对不对 它的最佳是反映在这 然后它的那个最大信道比是多少啊 那个R的最大值呢 是二分之N0 然后EB 那EB是什么呀 能量 这能量呢 你得会算 那个能量 如果是一个时间有限的信号 一定是一个能量信号 对吧 能量信号你可以从实义算 平义算 表达式怎么算都行 对吧 这就这 其实也都全是算过了 然后我举的那几个 上课举的那个例题 就表示了这个计算的 那个要求的程度 然后第四章里头呢 第四章里讲的这几个系统中呢 它的定义肯定得知道 对吧 带宽肯定得知道 这个表达式呢 并不要求对VSB的表达式和定量做计算 VSB唯一一个要求 它的滤波器的要求 它要求滚降对称 或者我们说这叫互补对称 对吧 才能保证不失真的接收 然后它解条的时候 用相干接收 或者是插入大载波法接收 然后呢 剩下的呢 表达式啊 谱啊 传输带宽呢 其实呢 你要知道它的发送和接收的方式 才知道它的量如何 对吧 量如何 这量如何呢 其实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 就是你记的时候 你可能要记到 SSB的时候 我们在发送的时候 默认了一个 它发送那块有一个2吧 框竹呢 对吧 反正就是注意点是细节 因为你要正常 你要自己推的话 你写1你就按1推 你写2你就按2推 但是你要用书上的结论的时候 你得知道书上的结论是打推出来的 对吧 其实没别的那个那个难的地方 然后AM里头呢 和这个DSB和SSB不同的呢 就它实际上默认输入的信号里头 应该是一个均值为零的输入信号 加了一个直流 对吧 加了一个直流 就是因此呢 它这个调制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过调和不过调的事 就有一个调辅系数 对不对 我们要让那个以调信号的包落 和输入信号成比例的变化 就要求这个系数不过调 对不对 然后它的表达式上 因为它有一个直流量 或者说成了载波以后 有一个载 在传输的时候 有一个载波和编带 所以呢 它有一个调制效率的问题 对吧 那这个的计算就可以 这个计算呢 可以用时 可以用什么 食欲啊 自相干函数 让R凤等于零啊 算 或者功率谱密度积分呢 随便 反正能算出功率来 然后对SSB呢 就是它那个滤波器互补的要求 都比较简单了 接收的时候 这里只有一种信号 能够不用相干解条接收 哪种 AM呢 如果采用那个 这个不过调的时候 可以用包罗简拨接收 对吧 然后包罗简拨 不过调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就是那个 性能和那个相干解条 是一样的 如果要是过调的话 你就只能用相干解条了 对吧 就这么一点 好 然后呢 调频 调频里头呢 可能调频的调频指数 最大频篇 键频器出出 噪声的那个 抛物线那个特性 因为它接收的时候 我们只要求它 掌握这个 它的接收方式很多啊 我们就只要求掌握这个就行了 然后VSB呢 不要求这个信号表达式啊 抗噪声性能啊 模拟这个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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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性 然后那个 模拟信号的这个笔角 其实我们是做过的 做过的 然后呢 那个 性能笔角里头 我还给过大家一张表 你就大概看一看就行了 脑子里有个印象 都不需要特别的背 不需要特别的背 频文复用的原理 这也知道了 就各用户频谱反正 只要不重叠 剩下的你就自己看去就行了 你都 就是都不难啊 然然那个提都有 提都有 就作业的提都标准的就行了 然后第五章里头呢 二进制到多进制的转换 肯定知道吧 就是RB到那个 就二进制到多进制的这个变换 物符号率的定义 频代利用率的这概念 我们第五章都会做 做了好多 只不过在这里罗列罗列 基带信号的普的功率呢 我们是穷举过的 怎么穷举过的 二进制 单极性双极性 然后归零不归零 是不是穷举过的呀 然后呢 有一点相干性 我也告诉大家了 比如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引入了一个家以后 有相关性会让你 让你同意 它会改变那个 普的特点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呢 就是那个 AMI HDB3 也引入相关性了吧 它的普的特点 我们都画出来了 你就知道它结论就行了 不需要去记哈 然后这个 唯一的一个吧 可能是 独立等盖的时候 那个结果 刚才我们在那个 刚才那道题的 那个推导上 其实用了一下 用了一下 然后这里头呢 可能有一点呢 就是 我不知道会不会 就是 是 啊 一、二、三